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将向你介绍一种快速发展且令人不寒而律的新现象的一些方面 这种现象称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也称为AI 与你可能听说过的有关人工智慧的一些负面和令人担忧的警告相反 我将向你展示人工智慧的许多积极特征中的一些 你可以从中受益 为了看到人工智慧的光明未来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对人工智慧可能持有的一些令人不安的短视观点 工作取代 许多人担心人工智慧将使工作自动化并减少对人类工人的需求 导致失业和经济不稳定 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我们应该记住 我们将获得新的工作机会 为此我们需要在学术上做好更多准备 以下是这些新工作机会的一些例子 一 人工智慧道德观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日益融合 对能够确保人工智慧系统的道德标准和透明度的专业人员的需求 也随之上升 人工智慧道德观原负责制定和维护人工智慧系统的道德准质 并确保他们符合道德原则 二 资料隐私分析师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不断收集大量资料进行分析和决策 资料隐私分析师的角色变得至关重要 这些专业人员负责评估人工智慧系统的隐私影响 并确保遵守资料保护法规 三 培训师 G培训师负责透过培训资料集教导A系统特定技能或任务 他们致力于透过提供回归和微调训练资料来提高人工智慧演算法的准确性和效能 训练师 四 人类人工智慧互动设计师 随着人工智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对能够为人类与人工智慧互动设计直觉且使用者友善的界面的专业人员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 人类人工智慧互动设计师专注于在人类和人工智慧系统之间创建无逢且有效的通讯 五 人工智慧偏见分析师 人工智慧偏见分析师的任务是识别和减轻人工智慧演算法中存在的偏见 他们致力于确保人工智慧系统在决策过程中公平且公正 特别是在招聘、贷款和医疗保健等敏感领域 是的 许多机构和大学都提供有关人工智慧、AI的专门课程 这些课程涵盖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电脑视觉和机器人技术等主题 这些人工智慧课程移民名的热门机构包括史丹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多伦多大学和卡内基美龙大学 这些人工智慧课程有多种形式 包括线上课程、证书课程和研究生课程 许多大学将人工智慧课程作为其计算机科学系的一部分 或透过专门的人工智慧研究中心提供 如果你有兴趣学习人工智慧的特殊课程 你可以在Coursera、AdEx、Budacity或LinkedIn Learning等线上平台上搜寻课程 你也可以浏览以其人工智慧计划移民名的大学的网站 看看他们是否提供该领域的任何特殊课程或研讨会 隐私问题 人们担心他们的个人资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 被人工智慧系统收集和使用 从而导致潜在的人私侵犯 虽然这看起来很可怕 但我们应该意识到 这种情况已经透过其他方式发生了 另一方面 人工智慧将推动我们更团结和透明的社群共存 资料安全 人们担心针对人工智慧系统的资料 外泄和网络攻击 可能导致敏感资讯的暴露 这是一个很好的新工作机会 缺乏控制 有些人对依赖他们可能不完全理解 或无法控制的人工智慧系统的想法感到不舒服 人们需要接受如何以道德和高效的方式使用 人工智慧的教育 这为新的教育打开了大门 并为此类教育的促进者提供了就业机会 道德问题 人们担心人工智慧的道德影响 包括演算法偏差 歧视的可能性 以及人工智慧决策缺乏问责制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道德体系可能需要升级或修改 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对科技的依赖 有些人担心过度依赖人工智慧 而失去批判性思考或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必须推动人们在知识 推测和质疑各种情况方面取得进步 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几个世纪 当时人们依赖治理和宗教而不是自己思考 在我看来 人工智慧将推动我们思考得更远 不可预见的后果 人们担心人工智慧技术的进步 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例如人工智慧系统会犯错或行为不可预测 这也是我们人类的思想 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警觉 并不断思考如何让一切变得更好 从而改善我们的生活的另一个原因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科技环境中 人工智慧已成为索造我们世界的强大力量 从商业营运和医疗保健到交通和娱乐 人工智慧正在彻底改变各行各业 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随着人工智慧的不断发展 个人发展有效利用这项技术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 学习如何使用人工智慧至关重要的关键原因之一是他具有推动创新和竞争力的潜力 利用人工智慧的力量的企业能够简化流程 做出数据驱动的决策 并为客户提供个人化体验 透过掌握人工智慧工具和技术 个人可以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高生产力 并在各自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此外 了解人工智慧可以为职业成长和发展开辟新的机会 随着人工智慧越来越融入各个产业 对该领域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透过获得人工智慧技能 个人可以为自己找到有利可逃的工作机会 并在就业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 无论是开发人工智慧演算法 实施人工智慧解决方案 或是使用人工智慧工具分析数据 使用人工智慧技术的能力 都能显著提升一个人的职业前景 此外 学习如何使用人工智慧 可以帮助个人应对复杂的挑战 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人工智慧有潜力增强人类智能 使我们能够处理大量数据 识别模式并提取有价值的见解 透过掌握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和电脑视角等人工智慧技术 个人可以释放创新和解决问题的新可能性 除了其专业优势之外 学习如何使用人工智慧 还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人工智慧技术有潜力解决气候变迁 医疗保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等紧逼的全球问题 透过培养对人工智慧及其应用的深入理解 个人可以为人工智慧解决方案的开发做出贡献 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并推动有意义的变革 总之 学习如何使用人工智慧的重要性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除了人工智慧继续索做工作的未来 学习如何利用其功能对于保持竞争力 推动创新和做出明智的决策至关重要 透过获得人工智慧技能 个人可以释放职业发展的新机会 应对复杂的挑战 并为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贡献 将人工智慧作为父权和转型的工具 是介于我们所处的日益数位化世界的关键 有限于平均的联系 在开始可以认为 科迟的海涯 或有限期许和Ⅲ 学习 做出大工智慧的 代表 阿 《